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党媒新华社的记者王文志 4月15号再次在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上 实名举报中国央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 独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以及涉嫌贪腐还有包养情妇 那么和常微博一起发出的呢 还有两张宋林与一名年轻女性的亲密照片 王文志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已经把新的线索还有证据通过网络递交给了中纪委 王文志在去年的7月份也曾实名举报过宋林 宋林16号在华人集团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 王文志举报的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重伤 而目前呢中共官方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不过这起事件已经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 被黑龙江建三江地区警方非法拘留的 中国大陆律师还有公民最近陆续的被释放 但是仍然有两名前往声援的公民至今都没有消息 4月16号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在网上发表寻人启示 发起全国的寻人行动 这两名失踪的公民呢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市民张世青 还要家住山西借修市的理发旺 他们都是在建三江声援被拘留的律师的时候 遭到当地警方绑架之后和外界失去联系的 中国广东省东莞育员协厂由于劳资纠纷所引发的罢工 从4月5号开始目前已经持续了十多天 参加罢工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关注这起事件的劳工组织说 这是近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工潮之一 据报道16号参加罢工的工人已经扩大到了育员协厂的 相关企业人数也增加到了五六万人 好 观众朋友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